今天的专题报道来带您关心 沙鲁地阿博其实近期有不少 有别于以往的突破性创举 像是开放女性开车 以及解除电影院禁令等等 其实沙国的心仗还不止这一些 为了要摆脱对于石油的依赖 沙国现在也打算要发展观光业 作用麦加和麦蒂娜两座伊斯兰教圣城 其实就是最好的观光资源了 所以沙国的政府现在兴建了中东地区 第一条高铁 直接就串联两座宗教的圣地 准备要来抢赚观光彩 偌大的建筑物从沙漠中拔地而起 三壮的屋顶新潮时尚 镂空的设计宛如替建筑 装点上花纹 还能让阳光洒进室内 宽敞又明亮的大厅 让人联想到购物商场或机场 不过这其实是座高铁车站 沙鲁地阿拉伯出手 再度让世人惊艳 这不但是沙鲁地阿拉伯第一条高铁 也是整个中东地区第一条高速铁路 这条备受瞩目的哈拉曼高铁 却没有行经位在沙国东部的首都利亚德 反而沿着西部新建 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拼观光 哈拉曼高铁因为连接伊斯兰教圣城 麦蒂娜和麦迦 因此又被称为朝圣高铁 两座圣城之间的交通 从公路直接跳跃升级到高铁 它会达至300公里 Και可以达至330公里 很好 而且这就是连接时间 穆哈密 如果我从菊地阿拉伯 然后我要去美加 如果这一直游戏连接时间 这就会每天2个个时间 这就会有4个时间 4个时间或多 那这就会更改 对 根据伊斯兰教义 只要经济能力和健康情况许可 每個穆斯林一生當中 至少要到聖城麥加朝聖一次 光是每年的朝聖季期間 麥加就會湧入數百萬 來自全球各地的穆斯林 有了高鐵之後 交通時間縮短了一半 對朝聖者無疑是一大福音 沙國政府統計 一年朝聖人數 又妄從一千五百萬人 倍增到三千萬人 觀光業是沙國 僅次於石油的重要產業 以2016年為例 觀光業對沙國GDP 貢獻了226億美元 沙國雖作用伊斯蘭教聖城 但對發展觀光態度 卻很被動 到聖城參拜 還得個案提出申請 一般觀光簽證還不可以 只是現在經濟不如前 年輕旺出的願景 2030計畫 已經列入要開放旅遊簽證 而在哈拉曼高鐵通車後 渴望載助沙國觀光 以筆之力 這不是只為遊客 而是為日常的需求 人們會在家中訪 學生會去學校 所以這不是只為遊客 而是為全國 以及為國家的住宅 除了提振觀光 還有望能帶動內需市場 讓沙國政府願意 砸下144億美元 相當於4300多億台幣改高鐵 劃出經濟轉型的步伐 即使不靠石油 也要繼續當中東地區的領頭羊 這套由西班牙設計行建的系統 能耐得住下季敵景設施50度的高溫 還要抵擋沙漠中的粉塵風沙 不過沙國政府估計 哈拉曼高鐵開通後 一年代客數上坎6000萬人 很有機會成為翻轉沙國經濟的跳板